會化妝的女孩都少不了這顆蛋 不過你用對了嗎 大家好 現在流行美妝蛋對不對 那其實美妝蛋它是需要泡水才用的 你看一下 泡過水跟沒有泡過水的分別 泡水之後其實它的分子會膨脹 那膨脹之後我們等一下上粉底的時候 它就可以更加的平貼 它比較不會吸粉 一般海綿的話你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在海綿的上路 然後很浪費 但是美妝蛋的話就是它有百分之九十九幾 因為都是在你的臉上 所以會非常節省 美妝蛋它長的形狀是一個蛋型 那它怎麼用呢 我的使用方式呢 我會把它的前端比較細小的地方 會上一些細部 那比較底部的地方 就會上一些比較大面積的方圍 或是用整個蛋身去散 我們把你有用過粉底的地方沾濕 然後我們就在我們的洗刷罩上面 直接打圈 然後直接做清洗的動作 然後會建議你們用完之後就可以馬上做清洗 有的時候美妝蛋為什麼沒有保養得很好 就是因為大家讓它還是濕的時候 就直接存放了 其實呢你直接可以放在它的盒子上面 它乾了之後自己會縮小 然後就會掉進去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完成它的 就是平常的保養工作 妹妹們注意囉 拆封後盒子不要丟 用來晾乾美妝蛋原來這麼方便啊 動新聞台北報導